M- Friends of Mike, 在這個地方有個半島式尖嘴出來的這個地方 我記得 這個地方有個永久碉堡 在日治時代是有的 就有的 永久碉堡這個地方 你看那個碉堡很大 这个碉堡曾经有几十条面送在这个地方 到那个车站,再往海边上走 那个半岛型的一个建建一个永久 日本人建的一个碉堡那个时候 一个很大的土队 2011月连长 姓刘,刘同伐 刘同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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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右边的那个碉堡,拿不下来, 我们受伤很多人, 你能不能够帮忙啊? 把那个地方拿下来, 我们这片都没问题了。 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弹药不多了。 我说好啊, 因为那个地方一看,对我们的影响太大, 这一片都是我们的, 唯独这个地方一个土堆。 好啊, 我说好, 到这个地方三百公尺左右应该有。 我说你怎么去啊? 你到得了吗? 我说可以啊, 他说我们走别人之间摸过去, 摸到那个地方啊, 他晓得我们战争很准, 可能对战争有点了解。 你走那个四孔的, 大约发炮弹呢? 我们就抢那个碉堡。 我说好啊, 这个我们好像, 意思是没有后悔的。 他把脸上残云就不对, 可能我看, 一个多排了, 重新编组, 就远到这个右边啊, 就上了。 远到这个右边上, 慢慢摸, 慢慢摸, 那个就不多讲了。 摸到那个地方, 他把手中的一举, 意思是没问题了, 那个距离。 我就朝那个四孔啊, 那三百公司打着四孔, 太容易了。 四孔一连打着三番炮弹, 一连打着三番炮弹, 那个里头, 那里头, 弥漫的烟雾啊, 什么东西啊, 我那个, 那个是个叫民警器啊, 一踩烟, 就那个救火车啊, 那个刚刚天亮啊, 刚刚天亮, 那有点吓人的啊, 他们就啊, 我那个炮弹打到, 打到他那个吊堡里头的时候啊, 他们就往外跑了, 他们这边就送上去了, 那个时候就看去二人一世的实力出来了。 那二人一世的兄弟的良心讲是, 没有那个相当的底子啊, 那根本是谁赢谁赢还不晓得, 他们一跑就是吵着吊堡里头上跑啊, 吊堡里头上跑啊, 吊堡里头上跑啊, 他们是, 我们是仰式啊, 他们是往下冲的啊, 那我们也吃亏啊, 对不对啊, 这么一, 一打的时候啊, 实力出来了, 他们就往下扑啊, 二人一世上去的时候, 那个动作啊, 他就看, 看得清清楚,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, 肉搏站。 肉搏站。 他跟钓鱼, 有两个人跟钓鱼一样, 他往上一扑, 哎呀, 惨了, 这下, 啪, 这么吃了, 根本就不用搓了, 就是, 这么一搏开, 也得等着, 他就往上扑了, 我说, 他就往下冲的嘛, 钓鱼啊, 这个人, 往后一甩, 跟鱼一样, 没有两样, 跳两下就, 就完了, 结果这不到, 不到一分钟呢, 钓鱼抢过来了, 那我们这边这一大片呢, 这边这一大片呢, 就没事了, 是, 所以这个, 这个刘同华这个将军呢, 这个后来当当将军呢, 也不是, 也不是, 这刘同华将军呢, 他已经退, 已经退了, 少将退, 他这个, 后来, 他, 蒋维果将军当年薪总司令的时候啊, 他在他的办公室到处里, 我到这个年薪总部南港那边看过他的, 为了一个案子, 查一个案子, 这个去拜访过他, 他因为在, 在美国先生的那个办公室当, 当主任吧, 烧将了嘛, 是不是, 他, 中山百六的一个联勤, 一个什么招待所吧, 是不是, 嗯, 那有个案子, 我这个, 我在, 我在, 我在第一分局, 啊, 刚刚那刑事中长, 蓝天桂啊, 到那去拜访他, 有点阻碍, 有点阻碍, 有点阻碍的时候, 我们就出去爬, 我就去那找刘童话, 哎呀, 那没有关系我, 他就, 带到我们到, 到那去吃午饭, 就了解一下那个地方, 因为那个, 我们进不去, 那个刘童话, 所以印象很深, 安琪啊, 讲的直册, 讲的要调研队, 嗯, 六进六出, 嗯, 六进六出, 那都是拼之刀的, 是, 嗯, 那, 那很难, 很难这个, 那你还说, 在那个里头, 就是你刚刚讲说, 一个人生二三十个人, 能剩下来的就是, 运气中的运气中的运气呢, 啊, 那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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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讲, 我们在外面看着, 嗯, 为什么呢? 不能打, 为什么? 我, 大概隔了四五百公尺, 嗯, 那个跑出来的人呢, 嗯, 有的人在后面追, 有的是个, 谁追谁, 不知道, 理我不明, 所以核心呢, 嗯, 是我们的, 是以军的一个营, 是, 后面的, 包围的, 共军, 在外面包围的, 又是我们, 嗯, 核心, 他们包围, 再包围, 我们再包围, 所以打的, 不知道会打到谁, 这个东西很, 很难啊, 战车五用武之力啊, 嗯, 那我们, 至少是我们那部设计, 看着他们, 看着他们拼尺刀, 嗯, 一个人追, 一个人出来的, 追的那个人呢, 个子比较大一点, 被追的那个人个子小一点, 追过来出来, 拼尺刀嘛, 这个个子小一点, 因为当时, 但是, 输来了, 给他一刀, 那来一边是我们, 还不晓得, 是, 一刀下去, 硬硬下去了, 下去, 就跟那些, 鲜鱼一样, 反抗的人就不动了, 脚这么一踩这个事, 就拔出来, 就走掉了, 输赢是已经输来了, 那些人, 当快要, 打完了以后, 安歧, 他会, 会结束嘛, 都差不多了, 他们, 啊, 里头那个, 里头那个, 里头那个营也差不多了, 外面包围都差不多了, 世界五外面那个, 我们走着过, 走着过, 站着走着过, 那个人路, 我还让他倒下去, 我还看着他, 让他喊, 他老乡啊, 你补我一枪啊, 我好难过啊, 老弟啊, 你补得一下这一枪吗, 你补不管是他们的, 我们的, 补不下, 嗯, 那个躺在坤台, 傻傻的, 把手权拿出来, 那样转到车上嘛, 他说, 你出事哪, 是吧, 他将你补, 你就补了, 哈哈哈哈, 但是这种情音就是, 我们不管, 说不定他还有, 那就算一线好了, 半生希望好了, 他还有行, 你这一补下就没有了, 那叫人道毁灭, 你补下的医生, 他能不能出事哪, 哈哈哈, 你们就不理他就走了, 那那那, 绕过去就走了嘛, 就不管了嘛, 那他死活是他的事情, 对呀, 这在说, 两性上没有这个责任, 这是小察局, 这是小察局, 哎, 好